Hello 歡迎回到JellyJelly的頻道 今集我們來到馬德里的主要景點遊 我們本來是看網購賽 還有看Pixar展 現在想看那些特別的展示 看上一條影片 今集就做一些很大陸的旅客的景點 第一集來到這個叫做 Temple of Debord 這個就是一個埃及的城市 叫做阿斯灣 他就在那裏把他們的廟宇搬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有大的平原 重建就是我身後的建築物 我們進去看看有什麼看 我也不知道 進去這個建築物是不用錢的 但是要排隊 而且入人的速度非常慢 另一個月上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看到馬德里的全景 前面這個就是馬德里的皇宮 我們稍後就會去了 還有這個位置看日落很漂亮的 這個位置是西邊 後面就是這個廟宇 但是今天天氣都未必看到日落了 下午公主到來這間叫做 Luluwa Palacio的餐廳吃下午 還有啤酒 還有這裡就是 這裏就是 這個待客人只會說西華語 不過也有訂購的 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看 這個 可以看日落的質素 有 餐廳也送了一個開胃前菜給我們 一個酸酸甜甜的凍湯 另外叫做前菜就是西班牙火腿 下面還有一些半熟的煎蛋 下面就是一些焗薯 西班牙火腿非常棒 主菜就是兩個人分享一份 西班牙海鮮飯 正如大家可以看到 熱辣辣香噴噴 非常好吃 西班牙必叫的一個餐點 西班牙漢 吃完出來 太陽超好 現在這個邊的是 黃宮 剛才這頓飯有點貴 但起碼吃完不會生氣 味道還可以 不過是剛剛直 又不是特別划算 進來Royal Palace of Madrid 這裡佔地135,000平方米 有3418間房間 是十八世紀的建築 一進來已經是很大的廣場 可以慢慢拍攝 加上半空的藍天 完美了 現在進去看看裡面的房間 大家看到這位是Juan Carlos一世 是上任西班牙國王 他在2014年退位 養了給現任國王 叫Philippe六世 進去的第一間房間 就是一個主要做活動、典禮、 或者特別節目的房間 你會看到他的布置色彩非常繽紛 一路走到不同房間 他的用飾、設的主調 都是截然不同 但每一間的共通點 就是他的裝飾非常華麗 這個皇宮是歐洲仍然使用中最大的皇宮 為什麼當時可以起到這麼華麗呢? 就是因為在15至19世紀 西班牙有很多殖民統治 在美洲和亞洲 所以變得非常富裕 才能起到這麼華麗的皇宮和房間 足以顯示到當時他的國力 這間叫Gasparini Ruma 就是一個意大利的設計師 在18世紀的時候 為Charles三世去設計 你會看到他的設計非常多細節 還有很多embroidery 即是瘦化的裝飾 進去這間房間 他的裝飾相對平實很多 但我自己很喜歡他的椅子和梳化 我覺得很漂亮 來到這個Banqueting Hall 非常之長的一間房間 但其實這裡只是一張桌子的一半 有一半就是為了大家可以參觀 就移開了桌子 另外你看到他的餐碟和餐具和杯 都是非常有條的鋪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凸出來的這張椅子 其實就是整張桌子在正中間 就是被國王去坐 對面也有一張 就是被皇后去坐 在接近tour的尾聲 就會看到皇冠和拳掌 也會看到皇宮和拳掌 也會看到整個皇宮最重要的房間 就是front room 就是登基房間 會有兩張登基的皇椅 它的裝飾也是這麼多房間最堂皇的 看完裏面就記得去到旁邊 有些拱門的走廊 就會看到馬德里更加好遠的風景 最後呢 全程啟了兩個小時左右 建議大家買了票才來 因為呢 你看到這裏很長的隊 全部都還沒買票 買了票呢 基本上就不用點牌 所以呢 上網買了票先 我們學了一個新旅行 叫馬里安達 基本上就是西班牙的下午茶 時間就是5點到6點半 所以他們晚飯時間就是 晚上的8、9點 我們現在時間就5點 剛剛好 吃這個馬里安達 我們現在坐在一個 就是 touriststruction裡面的一個內街 都比較多住宅 還有一間好像很local的咖啡咖啡 叫做咖啡Bottega 休息一下 還有些什麼 還有一個咖啡咖啡 朱古力蛋糕 還有一個 10BB Smoothie 之後呢 我們就去了一個市場 叫Mercado de San Miguel 那就是一個最出名的市場 當日呢 都非常之多人 是一個星期六來的 很多不同的食物 很多西班牙著名的小食 很多人都是買少許食 站在旁邊 就吃東西 喝酒 聊天 但是呢 價錢就一點都不便宜 譬如這個六塊的三明魚刺身 已經要13.5歐 一盒三明魚的壽司盒 都要20歐 再走進去呢 就會去到整個馬德里的中心 就是 這個叫做Plaza Maya 或者叫做主廣場 中間呢 有一個Filipe三世的雕像 旁邊呢 就有非常之多的餐廳 還有商店 那時候呢 就宣傳著這個馬德里的開放 網球賽 所以就設立了一個泥地場 另外經過了一間Cafe 叫Kawaii Cafe 有一個很大的比卡超在門外面 今天最後呢 就介紹了一個馬德里的名物 就是這個炸魷魚三文治 其實就是把炸魷魚夾在三文治的麵包裡面 剛剛出爐 因為呢 它可以吃的好像茶餐廳一樣 它裡面 可以吃菠蘿包 那樣 但是都要排隊 所以免得排隊 直接叫了外賣 試一個 買一個來吃一下 就直接站在街邊吃了 它另外呢 附了一個Aeoli sauce 我們找辦法把它摺在上面 好 試吃 吃 包香辣 還有乾的 抹到魚就很好吃 我先 四歐 我覺得很划算 而且呢 這個款式有很多間 因為這間出名了 就開了很多間新的 認著這間是Bala Campana 才是始祖來的 而且大鱈魚夾很多 很足鳥 第一次在煮廣場旁邊 一條巷子裏面 這魚是否炸得很脆呢 可否介紹一下 很脆 不會油膩的 很多 你看 還可以 還沒按 還可以 還可以 早晨 今天是4月28日 剛好遇到這個 Mardrid的全馬賽事 這裡就是我們酒店門口 下面 剛好就是其中一個地方 會同經的地方 就是 4km 全馬跑道 接著 一個般小鱈魚 這些是 披薩 這就是炒四個半小時就跟這堆 當然 現在走過來這個叫El Retiro Let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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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一個皇室的後花園 去到19世紀就將它公開給公眾進來玩 現在就好像一個香港維園或者倫敦High Park 在鬧市之中一個大的公園 後面有一個大的大公園 有些人可以走上去 有些人可以畫餐廳 剛才餐廳有很多人排隊 所以我們還是不排了 沒有偷多少錢 但是有很多人排隊 好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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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搞活動 但後面有一些刺激 我想都是被人打卡 拍照 現在天氣終於 到了明天四天 終於夠暖 可以穿短袖衣 曬下太陽 這就是四月來西班牙的重點 一些人坐在草叢上 坐在草地上 霹靈 出來玩 散步 很棒 不要動動動動動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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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it 有很多這些大的 gate 西班牙語叫Puerta 這個叫Puerta de Alcala 慶祝當時King Carlos三世的登基 一七幾幾年就樹立在這裏 蜘蛛周圍都有 可以拍照 這就是終點 有多少人衝線 我也是第一次親身看 全馬馬拉松的賽事 這麼近距離 還有 不知道是不是西班牙人特別熱情 所以氣氛非常之好 還有 只看也覺得很有鼓勵性 因為 每一個選手 其實都不知道睡了多少個小時 才有能力去跑一個全馬 所以看的時候 都很熱血沸騰 最後分享一下對於馬德里的感受 我去年都去過巴塞羅納 覺得巴塞羅納相對更加遊客 更加到名勝 打卡點 而馬爾特 就比較平淡一點 平民一點 但仍然是一個非常舒服 非常好走的一個城市 但最吸引到我的 仍然是西班牙的美食 啤酒 真的非常之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旅遊影片的分享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 下次就會去德國